最近被前房东要卖房子又搬了新家 新家是大楼的一楼 住进来后发现有空气品质不流通的问题之外 客厅还有一股奇怪的水沟味 那我先解决这股脑冷的水沟味 我之后再做影片跟大家说我是怎么解决空气不流通的问题 这股水沟味我研究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怀疑是冷气吹出来的 那要证明是不是冷气吹出来的很简单 就先把冷气排水管拉出来放桶子 试用几天确定没有水沟味的话 就是冷气的问题 自从把水管放水桶之后 客厅就没有水沟味了 我想会有水沟味的原因是因为 大楼在做这条冷气排水管的时候 是直接往水沟排放 导致水沟的味道没有挡住 就随着冷气跑进来室内 于是今天操控来解决这个脑冷的水沟味 不然一直倒冷气水是真的麻烦 那今天我要把冷气排水管做一个纯水湾 利用水挡住排水管内部产生出来的气味 这个水管是之前的师傅做的 这边黑黑的就是火烤的痕迹 这个方法有很大的缺点 就是装平行的会很容易漏水 他们的做法是利用火把透明水管烧软 当烧软之后就会变得很容易安装 这个工法的缺点就是塑胶会定型 硬掉如果水管是安装平行的话 就会有机率漏水 相反的这个是我几个礼拜前做的 只是用Penji撑开安装上去而已 这样的工法会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要撑开之后在短时间内安装好 否则又会缩回去 看我装了第二次才成功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比较紧 而且就算平行也绝对不会有漏水的风险 其实这种安装方式不用残胶带也不会漏水 但前提是要确定不会拉扯到水管 接着水管摆个角度让水管内部残留水 就是刚刚说的存水弯 我选择绕一个圈圈 这样冷气产生的冷凝水 就会储存在这个弯里面 既有水却挡住水沟位 那我也试用了几个礼拜 是真的闻不到水沟位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 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啰 喜欢记得点赞分享 我是老柯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